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開箱的時候 最近好像有點常開箱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能暑假期間比較有機會 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最近剛好 就在想說 因為我之前其實買了一個 火鍋吧 算是叫做火鍋的就是電磁爐 然後那個電磁爐就有附一個 可以加熱鍋子大概這麼大 然後後來就想說 我常常自己一個人吃火鍋 就是覺得很方便 然後就想說 那是不是有賣那種 像台灣那樣子一人的小火鍋 然後後來就查一下 發現真的有就是 它其實也不只一人 如果你要兩個人吃應該是也可以 我覺得我看那個 Amazon上面的照片 然後 它這個就是 其實我也是隨便找了一家 就是看它評價不錯 然後 外觀還不錯 然後就 就這個 就考慮試試看 這樣子 它就是 它就這樣子 它是長這樣子 然後 看一下 它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箱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它 這個確實是一個人 來使用是蠻適合的 那 其實我買這個的用意是說 我不用去那個 去用瓦斯爐這樣煮一個 然後煮了之後 就是還要 還要這樣子 那個煮了之後拿過來 這樣 那其實我在我的桌上就可以煮了 這是蠻方便的 那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東西 這個 我來看一下說明書 它感覺 另外一個 好 這個可能 暫時不會用到 那其實它 它這個原理就是 它就是一個這樣 然後它就是可以插電 然後 那時候我選這個的原因 就是它其實有很多種 網路上有很多種 就是可能是一個火力 大概是200瓦吧 然後兩個火是600瓦這樣子 然後 你就可以選擇 就從off這邊的時候 就可以200瓦 200瓦可能就是 火力比較小 那 可能煮 煮個燕麥粥啊 然後煮這種 比較簡單這種火 你不需要太大火的東西 那 比較大火可能就可以煮這個 火鍋這樣 那 我選這個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它有一個 就是有一些是沒有保溫功能的 然後我選這個 是 有保溫功能 所以 我想說保溫功能其實 還是會用到吧 嗯 就是 畢竟你煮開了之後 比如說煮火鍋好了 然後煮開了之後 你可能想要保溫 那就把它開到保溫這樣子 所以 那時候 選這個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保溫的功能 那 這個是什麼 D-Design Design它其實 我覺得你買什麼牌子 應該是都沒有差 就是我覺得我覺得比較重要 就是 你看你在不在意 就是保溫的功能 這樣子 然後 這個 我稍微看一下它就是可以煮 就是 湯類的 然後煮燕麥粥也可以 然後 煮火鍋 等等的 那 所以它其實就這樣子 就是 1.8嗎 1.6 1.6公升 然後 所以 1.6公升 我想就是 如果你要煮兩個人的火鍋 也是可以 但是 基本上 我覺得這個 對於一個人來說 蠻適合的 就是這個大箱 這樣子 就是 你可能不要煮到滿 這樣子 然後可能煮個一半 還是七分滿的話 那我覺得對一個人來說 嗯 就是 喝湯啊 然後你煮火鍋 然後放一些料的話 我覺得 這個差不多就是 台灣那種小火鍋 一個 一人份的分量吧 那當然 當然因為我這個鍋子的底 比較深一點 可以比 就是台灣那種小火鍋的 湯再更多 可能一倍這樣子 成為一個 喝湯的愛好者的話 我覺得 這個 這樣子比較深一點的 這個 嗯 器具 可能會是你的 就是 可能會是一個好選擇 這樣 對好 那 就是他只要接這個墊之後 然後就可以開始在桌上煮 所以 我就期待之後 測試之後 再來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 那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這個差不多 我看一下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東西應該是不用三十塊美金 應該二十幾塊 這個 當初會覺得很適合 買來試試看 就是因為他很便宜 然後 會覺得說 那個 隨便 假如這個插個墊之後 然後 就可以在桌上 煮火鍋 然後煮一人 一人份的火鍋 其實還蠻 這個方便的這樣子 然後 我來看一下 他其實有兩個顏色 然後他其實現在是 他是Amazon Choice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買過之後 就變成Amazon Choice 他本來不是 然後 這個 嗯 他是 二十六點九九美金 所以二十七塊的話 換算台幣 可能差不多八百塊 八百塊 上下的價錢 然後如果你買 你不喜歡 你可以free return 所以 我覺得是蠻好的 就是他上面 其實他就煮大火鍋 那 你也可以煮一些家常菜 這樣子 基本上我覺得 那他上面也有說 你也可以用這個 煮意大利麵的肉醬 這樣子 所以 如果是你是 有 有喜歡吃這些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 這個 就可以來試試看啦 好 那今天介紹的就是 這個 嗯 美國的 藝人用小火鍋 這個 使用器具 那希望 希望就是 他 測試之後 跟我想的一模一樣 這樣 那如果 常常都在用的話 那可能 就是 會是一個很實用的器具 這樣子 那 基本上我目前買到的器具 都還蠻實用的 所以 我相信這個也是會蠻實用的 那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就是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是 喜歡吃火鍋 然後常常會 覺得說 啊我要 揪別人吃火鍋 很麻煩 就是 我就是 我現在吃吃吃 所以我就想要吃火鍋 然後這個 這個 藝人火鍋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 今天就這樣啦 那我都要保重 掰掰